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 两个 八个短针勾完以后 我们把这个线串坠紧 然后在第一针处进行引拔 勾三个辫子针 注意起立针 然后在引拔这个针目里面 勾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并带出 再勾一个锁针 再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同一针目里面 引拔一针 这样我们勾完了一个花瓣 这个小发夹总共是八个花瓣 下面我们再勾一个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引拔一针 再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 引拔这个针目里面 勾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一并带过来 再勾一个锁针 再勾三个辫子针 在同一针目里面 引拔一针 这样第二个花瓣 我们也勾完了 还剩六个花瓣 我们在下面把它勾完 最后一个花瓣 勾完以后 我们锁上一针 这样就可以断线 然后把这个线头 藏在后面 然后这两个线头 给它打个死结 然后这两个线头 给它打个死结 这面是反面 这面是正面 我们把它翻过来 这样的花瓣 我们就勾完了 下面我们勾花芯 花芯 我们用森藕色 勾四个变的针 然后在第一针这个针目里面 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一并带过来 再勾一个锁针 再勾三个辮子针 还是在这个针目里面引拔一针 然后 断线 玉开始这个线头 打个死结 把它翻过来 把多余的线头搅掉 用镊子把这线头塞到里面 这样这个芯就勾完了 然后把它用热熔胶给它粘到这个花朵上 下面我们来粘夹子 我配的是五公分的双叉夹 打成热熔胶把勾好的花粘上就可以了 这是粘完以后的样子 好了这块小花发夹的勾置方法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